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明天洛杉矶湖人队将要迎来他们全明星周末之后的第一场比赛 而对手正好是同城的死地快船队 这两支球队最近的状态都不是很好 双方的胜场差为1.5场 如果湖人想要试图重回西部前六的话 他们就必须得先跨过快船 而就在这大战前夕 湖人官宣了自己的队内伤情 首先大家最关心的无疑是安东尼·戴维斯的伤势 根据主教练沃格尔的透露 农迷今天已脱离了拐杖行走 但是走起来还是需要特别小心 移动速度相对比较缓慢 布拉德利因为膝盖的伤势 明天确定会继续确诊 纳恩贼已经开始了恢复训练 但目前仍旧没有付出的时间表 安东尼今天成功参加了完整的训练 明天大概率会付出 不过詹姆斯因为膝盖酸疼 明天出战的概率只有50% 随着戴维斯一次又一次的受伤 现在外界开始有越来越多关于他的交易留言 这部 今天NBA记者莱恩森就在报道中指出 一位匿名的联盟高管告诉他 公牛队今年夏天拥有一定的概率能够引进戴维斯 莱恩森如实说道 芝加哥是戴维斯的家乡 他从始至终都有一颗为公牛队效力的心 这在联盟当中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况且他也自己亲口说过这样的话 如果我是公牛队的管理层 我一定会做出这样的交易尝试 当然你也需要为此付出代价 其中的罗赞是100%得当成交易筹码的 另外还得搭上一位具有极战力的球员 要么是帕特里克 威廉姆斯 要么是科比 怀特 如果公牛队最终选择搭上怀特 那他们还要加选秀权 莱恩森在报道中表示 戴维斯的伤病问题一直困扰着胡人 如果双方最终决定和平分手的话 公牛队还是很有机会成为浓眉的下家 这位匿名高管说道 我认为德罗赞跟詹姆斯的组合会相当不错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得到怀特 然后用玄秀权再去换一个极战力回来 这对胡人来说也是一笔相当不错的交易 除了戴维斯之外 胡人还有两名球员未来也有可能会离开球队 第一个就是老詹 就在今天 NBA记者NKSI电视节目中透露 詹姆斯与胡人管理层关系现在很紧张 在去年夏天 他们之间就产生了争吵和隔阂 当时詹姆斯希望管理层能够迁回卡罗索 这是一个最合适的补强方式 不需要付出选秀权 不会送走任何球员 但是 胡人的管理层拒绝了这个请求 卡努索与公牛签约 拒绝的原因是 球队需要支付高额的奢侈税 想通过其他方式补强 随后 NKSI还说到 很多人把詹姆斯当成微少交易的踢嘴羊 但是 我认为是胡人管理层的错 詹姆斯想要得到微少 但是放在德罗赞之后 胡人管理层更偏向于微少 而不是德罗赞 从这两个事情能够看得出来 胡人管理层并没有完全尊重詹姆斯的意义 双方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以詹姆斯的情商来看 他完全没有必要在全民兴赛的场合 公开声称 重回骑士的大门没有关闭 想要与布朗尼在一支球队打球 这就是赤裸裸的逼宫行为 詹黄离开胡人进入倒计时 或许就在今年夏天 那么第二个就是小将蒙克了 蒙克是本赛季胡人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 他映然已经成为了球队决胜时刻的关键球员 最近沃格尔更是将蒙克 在第四节时刻留在场上而放弃威首 蒙克已经成为了球队的第三进攻点 在去年夏天蒙克没有得到黄峰的资质报价 本以为会有一份多年的合同摆在他的面前 可事实却是只有胡人和独行侠两支队伍 给了蒙克一份底薪合同 但就是这样一位曾经几乎要被放弃的球员 本赛季却打出了不一样的表现 这对胡人来说喜忧参反 因为在今年休赛期胡人将面临着和蒙克续约的情况 由于胡人三巨头的缘故 胡人没有多少薪资空间可以利用 尤其是下赛季威少将拿到4700万的薪水 这会让胡人非常麻烦 而蒙克胡人肯定不愿意白白放走 本赛季截止至今蒙克 场军27分钟可以得到13分3.3篮板2.4助攻 投篮命中率47% 三分命中率高达39.9% 卫练联盟第29位 场军可以投机2.3个3分 这是蒙克表现最好的一个赛季 各项数据都得到了生涯新高 尤其考虑到他还是在逼补席 如果在一支入队的首发蒙克的数据会水涨船高 而且就目前的表现来看 今年蒙克不会像去年一样默默无闻 这样的一位高校的三分投手 是每一支争冠球队所需要的拼谱 并且会得到一份不小的合同 有消息爆出蒙克已经和胡人进行的续约讨论 不过第一阶段双方并不愉快 胡人的报价和蒙克团队预期相差不小 蒙克想要一份年薪在1100万付1400万之间的合同 但胡人想要节省舌纸税 只给蒙克开出了一份500万的迷密中产 双方第一阶段算是不欢而散 说实话蒙克想要的这份合同并不算一家 参考去年自由式丑上 已经拿到合同的三非射手 你就会发现这是军心 哈里斯和蓝王区约年薪在1600万 雷吉 布洛克和独行侠 也签下了一份年薪1000万的合同 像巴黎 希尔德 富尼耶 这种能力更加综合的球员年薪已经到了1800万 所以蒙克以目前的表现这也算是合理价位 毕竟蒙克有资本作下和胡人讨价还价 尤其作为最终少数可以和詹姆斯搭配的球员 更何况就连霍段 塔克 胡人都给出了一份1000万的合同 蒙克不会想要比小塔克拿得少 蒙克在接受采访时 谈到了自己在胡人的未来 我喜欢这里 我很想在这里继续打球 但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鬼根结底 这是生意 但我绝对喜欢在这里打球 一句话这是生意说明了一句 我很喜欢待在胡人 但是你得给我足够的薪水才可以 蒙克今年24岁 作为一个首轮11顺位的高顺位新秀 他不会满足于只拿一份迷你中产 尤其是考虑到自己同届球员塔图姆 鲍尔 富尔茨 卡尔瓦宁这些都拿到了大合同 蒙克作为当年腾塔界大学的明星后卫 自然不会甘愿于此 在胡人已经打出了不错的表现 他还很年轻不会想着问了混踪冠军尔纳底心 这个时候他更愿意拿到一份大合同 所以这样看起来胡人很难留住 他们在休赛期少有的操作亮点了 参考勇师队的乔丹普尔 本赛季普尔同样打出了高效的表现 有薪资专家估计 普尔有可能得到一份四年八千万的合同 虽说蒙克的表现和普尔还不能相提并不 但两个人在队内的角色和作用基本一致 所以蒙克这个价位比较合理 甚至可以说蒙克问了留在胡人 还给出了勇情价 不过问题就在于胡人及时想要留住蒙克 球队的薪资空间也不得不考虑 胡人老板并不能合苦班 再重新相比 球队能减少奢侈追就在尽量控制 本赛季送走龙多也只是为了节省一点开支 所以胡人如果要保留三巨头的情况下 想要留住蒙克几乎是不可能的 除非蒙克愿意拿一份理心 因此胡人想要在今年休赛期 有所改变真正的问题在于薪赏这一份4700万的合同 如果处理不了 胡人大概率还是会保留这套阵容 本赛季已经可以看到薪赏和张梅的试验并不成功 胡人内部也已经开始探索薪赏交易的可能性 但很可惜几乎没有球队愿意在位得到薪赏 而付出更多代价 反而是胡人想要送走薪赏就不得不搭上这东西 很多球队看中的也就是胡人2027年的选秀权 到那时詹姆斯年龄增加 胡人很有可能会失去竞争力 很有可能得到一个乐透签 因此胡人想要有所改变 处理掉薪赏才是首要问题 而到了夏天薪赏今生一年合同 应该会有问了提升球队关注度的球队接手 但后面胡人又能得到怎么样的阵容 谁都说不准 即使有人愿意接手薪赏 胡人得到的筹码也不会多 总之蒙克会在休赛期有很多选择 这头疼的可不是蒙克 如果不能留在胡人 那么他大可选择一份最高的合同 四年之后蒙克也就可以再考虑其他事情 而胡人错过了蒙克 想要再找到也可以在詹姆斯身边打出高效表现的 球员就很难了 而且到了后面 他们还很有可能白白失去威少 所以蒙克现在牢牢掌握着主动权 老实说眼看走向正规的胡人 很有可能因为休赛期这笔交易而又重蹈覆辙